第3551章 领取奖励 目送柳无邪离开 韩贝贝顿时收起脸上的表情 主人 你就这样将玉玲树青囊传授给她了 这也太便宜那小子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院子另外一侧 走出来一名年轻女子 此女教书仪 跟随韩贝贝多年 算是韩贝贝绝对的心腹 你认为我吃亏了 韩贝贝脸上闪过一丝不意察觉的微笑 难道不是吗 她的玉玲树虽然出彩 但跟主人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况且主人还白白浪费一个人情 主人应该知道 让那人欠下一个人情有多难 淑一督其小嘴 不明白主人为何如此重视这都不起眼的小子 此此前途不可限量 将来成就必定在我等之上 这时候交好 没有坏处 韩贝贝脸上浮现一抹凝重之色 不止天无星看好柳无邪 韩贝贝同样如此 她不过小小真神静而已 主人为何如此夸她 纵然她天赋很高 三年后还是死路一条 难道主人也相信 她能从龙天中的手中活下来 厨仪还是不解 认为主人不应该为她付出这么多 我们且走且探吧 不然你以为天无星那的老家伙 为何卖力地替她师父疗伤 韩贝贝神秘一笑 没有解释太多 我明白了 难道是为了那传说中的神皇之道 厨仪突然反应过来 张开小嘴 一脸不敢置信之色 不论是天无星 还是主人 他们困在顶级神王太多年了 柳无邪的出现 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韩贝贝笑而不语 并未解释 而是朝自己屋子里面走去 柳无邪离开玉灵堂之后 并未召集离开宗门 而是先返回了望江峰 他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 方可离开天神殿 武神大比灭杀风神阁二十名弟子 彻底激怒了风神阁 以他现在的修为 跟风神阁硬碰硬 无疑是以卵及时 虽然天神殿跟风神阁处于对立状态 但明枪一朵 暗箭难防 之前他想过 一直待在天神殿 这样相对安全些 现在回想起来 待在天神殿 反而危险 一旦风神阁狗急跳墙 不顾一切代价派高手潜伏到宗门中暗杀自己 恐怕很难抵挡 天大地大 离开天神殿 反而让风神的无从下手 回到院子 非常安静 赫子琼他们并不在 估计出去历练或者做任务去了 正要打算回到自己的屋子 这个时候 从外面又走进来一人 此人面生 突然走进来的男子 看到柳无邪后 脸上流露出一丝错愕之色 柳无邪看了一眼走进来的男子 很快明白过来此人是谁 想必你就是王丈元师兄吧 之前听楼刚师兄他们提及过你 柳无邪客气地跟对方打了一声招呼 当时楼刚还提醒自己 最好不要招惹王丈元 你是谁 怎么会来到我的院子 王丈元目光一宁 冰冷地朝柳无邪问道 看来他还不知道宗门最近发生的事情 包括柳无邪住进了这座院子 上个月王丈元就出去历练了 直到今日才回来 沿路的时候 倒是听说过关于柳无邪的信息 并未太在意 天神殿知道柳无邪市集的人很多 但见过柳无邪的人却少之又少 师弟柳无邪 也住这座院子 柳无邪不愿意跟对方有过多交集 说完朝自己屋子里面走去 刚走出几步 又是一道人影踏入院子 柳无邪 你等等 踏进来的竟然是一名内门长老 直接从王丈元身边走过去 直奔柳无邪而来 长老找我何事 柳无邪客气地朝这名长老抱了抱拳 这是宗门给你的奖励 得知你今日出关 我就立即赶了过来 这名长老说完 将二十枚币掏单 递交到柳无邪手里 斩杀一名封神的弟子 奖励一枚币掏单 柳无邪可是足足斩杀了二十人 有劳长老了 柳无邪恭敬地将二十枚币掏单收入囊中 有了这些币掏单 相信祝山芝还有店主他们的修为 将土飞猛进 币掏单吞服一枚后 吞服第二枚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不然柳无邪会直接将所有币掏单全部吞服下去 一股作气突破到天神境 东西已经送到 那老朽的任务也完成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获得五神大笔冠军 按照规矩 三日后随宗门长老前往大雷英海 镇压蛮夷强者 长老并未离去 继续对着柳无邪说道 弟子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就不能前往大雷英海了 劳烦长老跟宗门高层说一声 柳无邪没有解释太多 说完朝屋子里面走去 望着离去的柳无邪 这名长老愣在原地 他只是传话的 至于宗门怎么安排 那是宗门的事情 他只要将话送到即可 揣了一下袖袍 这名长老迅速离开院子 等一下 柳无邪还没进入屋子 站在院子中央的王丈元突然开口道 有事 柳无邪转过身子 目光扫了一眼王丈元 修为还算不错 应该刚突破到天神静没多久 细细还不是很稳固 我能不能从你手里买几枚币掏单 关于柳无邪的信息 王丈元回来的路上已经知晓 并未出手抢搏 而是打算从柳无邪手里购买 币掏单这种单药 不是有资源就能买得到 如果能搞到几枚币掏单 他便能突破到天神二重镜了 币掏单我有用 不打算对外出售 实在不好意思 柳无邪说完 直接关闭屋门 隔绝了跟外界的联系 望着消失的柳无邪 王丈元双拳紧捏 要不是得知柳无邪击败蒙千元等人 以他的修为 早就出手抢搏柳无邪手里的币掏单了 小子 你给我等着 王丈元说完离开了院子 这一切 柳无邪浑然不知 回到屋子后 盘西坐在床上 拿出韩贝贝送给自己的光团 迅速融入自己的魂海 大量的记忆 喷涌而出 记录的都是关于玉灵术的信息 好高深的玉灵术 韩贝贝完全是倾囊相授 这是为何 柳无邪有些萌了 相比起自己传授给韩贝贝的玉灵术 两者之间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韩贝贝几乎将自己领悟的东西 全部传授给了柳无邪 难怪柳无邪是这副表情 主人 韩贝贝似乎有意跟你交好 宿娘这时候开口道 这个人请我记下了 有了韩堂主传授给我的玉灵术 用不了多久 我的玉灵术会更上一层楼 柳无邪点了点头 足足用了半个时辰 才将韩贝贝传授给他的玉灵术整理出来 许多东西 需要通过实践 才能掌握 战石岛不是很急 眼前要紧的还是研究天师秘露 这关乎三年后的一战 不知道什么时候 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 将正在领悟天师秘露的柳无邪惊醒 难道是楼刚他们回来了 柳无邪醋了醋眉 进来的可是有好几人 脚步声有些急促 因为是大白天 倒也没有朝其他方面去想 以他现在的实力 除非是神尊敬前来 一般的天神进来一个灭一个 就在柳无邪打算继续钻研天师秘露的时候 院子传来轻微的交谈声 大哥 他就住在这间屋子 是王丈元的声音 就在柳无邪屋门外不远处 去降门踢开 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王丈元迅速上前 一脚踢在了柳无邪的屋门上 顿时间 岁木四溅 柳无邪的屋门四分五裂 化为大量的鸡粉 消失在天地之间 王丈元 你找死 柳无邪一个蹦射 从床上掠下来 一掌拍向王丈元 大哥救我 王丈元虽然是天神一众 面对柳无邪那强势一掌 竟然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力道 立即出声呼救 突破到真神五重 柳无邪战斗力何止增加一星半点 小小天神一众也敢在他面前放肆 砰 没等院子里面的人出手营救 王丈元的身体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被柳无邪一掌拍飞 狠狠地砸在墙壁之中 咔擦 王丈元身体里面的骨头 不知道断裂多少根 躺在地面上像是死狗一样 不停地咳血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伤害我弟弟 一道人影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一掌朝柳无邪凌空袭来 骇然的气息 夹杂着炎热之气 此人修炼一门极其厉害的至刚至阳功法 掌气中竟然还带着一丝火焰 柳无邪不敢大意 对他出手的男子 竟然是顶级天神境 虽然他不拒 但这里是宗门 总不能大开杀戒 对付封神的弟子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但对付童宗门弟子 多少要留下情面 但对方执意要置自己于死地 那自己也不客气 直接送他上路 面对撞过来的巨掌 柳无邪没有选择后退 炼化了紫电神根 正好检验一下 增加属性后的神形武乐掌威力如何 能否抵挡天神九重一击 轰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 狠狠撞击到了一起 见起了无尽的尘埃 连柳无邪身后的屋子 都是摇摇欲坠 随时都能坍塌 这些院子只能抵挡住真神境的冲突 天神大战 很容易将此地摧毁 第3552章 镇压朱强 强烈的撞击声 惊动了整的望江峰 天神之战 在宗门中虽不罕见 但也不多见 尤其是这种顶级天神级别弟子 在宗门都不是无名之辈 望江峰只是内门弟子区域 顶级天神境 最次也是真传级别 甚至有希望成为圣子之列 这种级别弟子 怎么可能跑到内门弟子区域 让赶来的那些弟子 一头雾水 发生什么事情了 片刻间的功夫 院子外面聚集数百人 将整个院门围的水泄不通 这不是柳无邪居住的院子吗 谁敢这时候上门闹事 别人不认识柳无邪 望江峰很多弟子 对柳无邪早就如雷贯耳 武神大笔结束一月有余 柳无邪现在名望可是炙手可热 周围几座院子的弟子 他们跟柳无邪有过一面之缘 那不是王丈元吗 怎么被人打得像是死狗一样 众人目光望向院子墙角处 王丈元虽然苏醒 但身体伤势太严重 只能躺在地面上 我认识那人 他是王丈元的哥哥 王丈任 此人是真传弟子 多年前就晋升天神九重 为何跑到望江峰来撒野 少数望江峰弟子 认出来人 刚才对柳无邪出手的 正是王丈元的哥哥 王丈任 就在不久前 王丈任找到他 说柳无邪身上有大量的必掏单 如能拿到 哥哥不仅能突破到神尊敬 自己也能突破到天神二重 四周的谈话 柳无邪听得一清二楚 王丈任 你是为必掏单而来吧 柳无邪懒得跟他们拐弯抹角 直接了当地说道 此话一出 四周一片哗然 柳无邪斩杀封神的二十名弟子 获得二十枚必掏单奖励的事情 可谓是人尽皆知 这么久过去 无一人打柳无邪的主意 没想到王丈任如此大的胆子 公然抢夺柳无邪手里的必掏单 小子 你打伤我弟弟 今日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王丈任岂能承认 说完再次对柳无邪出手 这次没有任何留情 无皮的剑气 撕开院子防御 周围那些屋子不停地坍塌 哼 只要杀了你 拿刀必掏单 带我突破道神尊敬 必会成为圣子 就算是宗门想要治罪于我 也要掂量掂量 王丈任暗暗说道 说时迟 那时快 王丈任的常见 已经逼到柳无邪面前 不愧是老牌弟子 要比蒙千元不知道强大多少 王千元虽强 毕竟是刚突破到天神九重没多久 而王丈任已经打磨促十年了 面对王丈任那无皮的攻势 柳无邪没有退缩 破日剑 意念一动 破日剑凌空出现 寂出的那一刻 一股狂暴的剑势 横扫诸天 王丈任的攻击 瞬间被瓦解 陈尊级别的法器 聚集在四周的那些弟子 发出阵阵惊骇声 谁也没想到 柳无邪拥有神尊级别的法器 从气息上来看 才练制出来没多久 王丈任也是惊骇不已 他手中常见虽然不错 充其量也就堪比顶级天神器 跟神尊级别法器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不敢硬碰硬 只能选择游斗 利用自己境界的优势 来压制柳无邪的进攻 近日不给你一点教训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上门闹事 柳无邪发出一声厉笑 近日就好好振着一番 一年以后还有萧小上门闹事 最好的办法 以锦绍游 破日剑咬纸苍穹 这是台剑术的棋手势 无招胜有招 谁也不知道 柳无邪这一剑要斩向何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远处出现猝食道长老人影 其中一名长老正要出手打断 却被一名女子拦住了 厨仪 你为何要阻拦 要出手阻拦的长老 不解地朝厨仪问道 厨仪虽不是玉灵堂长老 但地位极高 他可是韩贝贝的贴身侍卫 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让那小子折腾一会 厨仪没有解释 而是笑隐隐地说道 这些长老见状 只好退到一旁 静静地看着 柳无邪举剑的那一刻 风云色变 周围天地传来阵阵雷鸣之声 顿时间 整个望江峰开始晃动 一些巨型石块自己炸裂 形成大量的碎石 飞到苍穹之上 好强的剑招 这小子真的是真神镜吗 聚集过来的弟子数量越来越多 其中不乏高级真神镜 柳无邪那澎湃的气势 让在场所有弟子 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力道 他就是一个妖孽啊 难怪能夺得五神大笔的冠军 各种苦笑声 此起彼伏 说时迟 那时快 王丈任初见的那一刻 柳无邪紧随其后 不论是剑招 剑士 剑运 剑气 柳无邪远远碾压对手一筹 浩瀚的剑士 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将王丈任所有招式 全部禁锢在原地 强 太他妈的强了 紧紧利用剑士 就压制住了王丈任 这还怎么打 无数惊呼声 响彻望江峰 他们被柳无邪这一剑 深深吸引 连站在远处的望江峰长老 此刻也双目浑圆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场中 看来主人说得没错 这小子真的潜力无限 除夷看到这一剑后 暗暗说道 万分之一刹那 两人长剑碰撞到了一起 枪 清脆的剑银之声 响彻天地 随之而来是无尽的狂风 吹得众人睁不开双眼 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柳无邪剑士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更加强盛 炼化了诸多宝物 此刻的柳无邪 早已经飞习笔 不知比武神大比的时候 强横多少倍 破日剑以催枯拉朽的方式 不仅瓦解了王丈人的攻击 更是以碾压的姿态 将他的剑术彻底摧毁 咔嚓 清脆的咔嚓声 传遍四野 随之而来是无形的冲击力 震得王丈人的身体不停后退 仅仅一个照面的功夫 王丈人的身体 被先飞了出去 落在了院子外面 尘土飞扬 除了满地的废墟之外 只剩下柳无邪一个人 急静地站在那里 仅仅一招 高下立判 聚集在四周的那些弟子 全部张大着嘴巴 他 让竟然一招击退了天神九重 虽然众人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亲眼看到柳无邪先飞王丈人 还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刚才那一件 柳无邪寄出了七成左右的力量 只是先飞王丈人 并未伤害到他 如果全力一击 估计也就是一个两败俱伤 王丈人看了一眼 自己手中的半截长剑 目光中喷射出熊熊怒火 这柳长剑 他可是花费了大量的神经 才炼制出来 如今长剑被毁 让他多年努力 付诸东流 柳无邪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王丈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先是地蝶被打伤 接着自己掌剑被毁 更是出尽了阳相 不杀柳无邪 难消心头之恨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柳无邪杀新大起 既然这个王丈任自寻死路 那就怨不得他了 说完 一股更加狂暴的气势 席卷天地 这是剑谷之力 望将封上的弟子 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他们被柳无邪剑谷中蕴藏的力量 深深惊骇到了 别说他们 远处的长老 眼眸中都闪过凝重之色 厨仪 我们还不出手阻止吗 几名长老忍不住了 朝厨仪问道 急什么 这小子又死不了 厨仪翻了翻白眼 至于王丈任的死活 他还真不关心 只要柳无邪没危险 闹得再大又如何 这里是玉灵堂的地盘 出了事情有主人兜着 剑谷之力 壁二元神 混沌剑气 三者合一 诸天灭地之势 席卷天穷 王丈任顿感不妙 柳无邪涌出来的气势 导致他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内心的不安 让他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 怀兄 礼兄 我们一起出手 拿下这小子 必掏单我们一起瓜分 王丈任目光看向 跟他一起前来的另外两名男子 为了安全起见 王丈任还带来两个同伴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脸上闪过犹豫之色 柳无邪如今可是宗门红人 杀了柳无邪 如同打了宗门的脸 肯定会惹来宗门非议 不好意思 我们只是过来看热闹的 不愿意参与其中 被王丈任点到名字的两名随行弟子 早就发觉不对劲了 打斗这么久 望江峰长老不可能不知道 之所以不现身 估计是想等事情闹大一些 他们虽既于必掏单 却不是傻子 话音一落 两人迅速退出战圈 当成了看客 柳无邪一愣 他刚才还准备殊死一搏 以他现在的能力 对付一尊顶级天神以示极限 要是三人联手 确实很麻烦 既然这两人退走了 剩下一个王丈任部族伪律 两个孬种 既然你们不敢出手 那就给我滚远点 王丈任恼怒无比 得知柳无邪手里有必掏单的时候 他们第一时间答应过来帮忙 现在又突然退出 难怪王丈任如此生气 柳无邪周身气势越来越强 已经形成一座恐怖的监狱 将王丈任囚禁起来 近日这一战 柳无邪没打算善罢甘休 小子 就算你拥有击败天神镜的能力 今日也要死在这里 王丈任说完 从怀里掏出一枚极其古怪的俘虏 于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